大家都知道,娱乐圈非常混乱,所以在娱乐圈当中,也经常会出现一些匪夷所思的事情,人人都有七情六欲,当情欲萌动时,常人往往都能控制住,但也有情到浓时,忘乎自我,情不自禁的时候,而在娱乐圈也有这种情况发生,下面我们就一起来盘点一下吧。 一,张琼兹,张琼兹和职棒明星郭太元的婚姻,一向被外界所称险,郭太元患恶性肝肿瘤后,张琼兹悉心照顾他复原,更为演艺圈中的表率,不过,与张琼兹约会最频繁的男性,并非郭太元,而是他的健身教练潘若迪,两人曾频频痛念,甚至在潘若迪的车内,拉起遮阳板密会超过80分钟,两车车头面对维利并停, 从车尾方向看去,张琼兹的车中没有人,而潘若迪的车子没有熄火,因为潘若迪的车子贴着不透光的隔热纸,前窗又拉上遮阳板,从外面无法看清车内状况,记者车停在两人车后方观察,下午5点,一直保持静止状态的潘若迪车,突然向飞机遇上乱流般,强烈震动了几秒钟,车身上下摇晃了几回,停止抖动后, 车身恢复短暂平静,几分钟后,又如同地震的余震,摇晃了好几次,如此接连几次,记者不能确定车内发生何事,但他很确定,车外没有强风或地震。 除此意向外,另有两点令人好奇,张琼兹在下潘若迪车时,行动仓促,没有任何告别动作,当时气温不过是22度,潘若迪和张琼兹在车里并未开窗,甚至还把挡风玻璃的遮阳板拉上。 如果只是纯粹聊天谈试,何必如此大费周章? 2.杨秀慧 卫视中文台一代女王曾邀请杨秀慧,崔佩怡,何嘉文,音符及高一龄讨论女人好主动,男人不领情一体。 杨秀慧爆料有次男友约他隔天共进晚餐,但因为自己当天要下台南主持庙会活动,所以只能延后,隔天杨秀慧庙会活动主持到一半。 突然看到下台下有哥很熟悉的面孔对着他笑,走近一看竟然是男友,于是他趁中间空档询问男友,是怎么回来的? 只见手上抱着约30包冰榔的男友说,因为想要来接他回台北,但又不知道他在台南哪间公庙做活动。 下了交流道后就沿路边买边问了超过30家冰榔摊才找到地方,让杨秀慧好感动。 而北返的时候,杨秀慧跟男友一时天雷勾动地火,就在乡间田耿旁燃起爱火,因为怕车子步行开冷气会吸到废气,两人还特地打开车窗,但一打开车窗后发现蚊子很多。 男友当下立即脱下上衣跟杨秀慧说自己让蚊子吸饱,这样他舅舅不会被蚊子叮了,让曾国成笑说这是24孝才有的剧情吧。 杨秀慧曾自曝15岁时就跟男歌手郑敬义有过一段情,受访时还说现出宝贵出业,后来发现郑敬义似劈腿,让双方闹得不太开心,就分手了。 此后杨秀慧拒绝和他在同台,郑敬义则否认他的说辞。 3.潘若迪 男星潘若迪与小15岁的老婆PT结婚十多年,他虽然已经50多岁了,但靠着游洋舞蹈、重训等运动,体力一点都不输年轻人,身材依旧硬邦邦,他还自暴存在野外缠绵,家中任何一处都是踏击站地点,甚至在录像时还原动作。 大胆行为让人脸红,由于夫妻结婚已经十年,早已熟悉彼此一切,看久了也难以燃烧热情。 潘若迪透露,现在就靠角色扮演等情境来增加情趣,虽然结婚已久,但他强调妻子的身体线条很能勾起她的欲望。 主持人沈玉玲好奇问潘若迪,野外你曾经最Turbo的地点。 潘若迪秒回答,在椰子树上,所有来宾一听全校风。 潘若迪表示,他昔日到夏威夷表演,结束后到海边刚好遇到外国女生,彼此欲看欲来电,而身旁椰子树保了两个吊床,两人就很自然地发声关系,风格极为大胆。 4.于小平 2012年3月于小平被媒体拍到搭上小11岁的嫩男李全,思想开放的他,上节目上坦言曾试过车上,野外。 他表示自己在加拿大读书时,已和男友试过车上与海滩野外发生关系,接着又自爆曾被男友拒于门外。 对方的理由是,你来,我好累,把于小平讲得超级饥渴,让他很傻眼。 于小平情史丰富,曾和艺人阿奔交往过,还有混血男友,意大利级模特,还和小11岁的棒棒唐二军李全搞爱美。 44岁的于小平过去曾和棒棒唐男孩的小马和李全交往,两次都是姐弟恋。 他先前多次在节目上透露情路坎坷,总是笑称自己是渣男吸引体。 不过据媒体指出,他在录节目时自爆现在有三个国外华人大叔追求者,最大的年纪超过50岁,是开建筑公司的大老板。 过去都跟嫩地交往的于小平提到,现在跟大叔搭上,让妈妈李亚平很放心。 不过目前的追求者都还处于观察期,因此还没向爸妈报备,所以他们都还不知道她的感情状况。 此外,于小平也谈到,因为李亚平十几年前曾经尝试干细胞疗法,治好缠身已久的气喘,因此妈妈建议她也尝试。 正好,于小平有一名年约50岁的好友对发展相关事业有兴趣,因此于小平决定过生日时,跟好友以及好友妈妈一起前往。 至于上百万台币的回春真费用,于小平则表示是由大叔支付。 5、李,从正时努力推动性专区的前议员童仲彦,曾自爆要拍小电影,引发广大网友热议。 而事实上,资深艺人李先前也曾透露拍过小电影,且老婆熊佳杰还曾在节目上爆料老公能力强,称老公是一夜七次劳,害羞是全被翻出。 出道数十年的本土剧《男星》李,曾在上节目时透露,自己二十几年前受邀友情客串去拍片,没想到到了拍戏地点后,一打开门就听到有女生声音,本来还纳闷怎么是这种戏事。 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地脚本要他眼洗肾病患,全程都不用脱衣服,李最终也只能硬着头皮演完,还护送女生回家,两人上楼喝咖啡。 此外,李前女友李方文先前还在节目爆料,多年前和李热恋,两人从交往到分手几乎都很契合,当时身边的朋友都不知情。 所以双方就提NR200次时,要将恋情公开,没想到过了一年多的时间,发现次数早已达400多次。 不过,最后因李是独生子,背负着结婚生子的压力,李方文又是不婚主义,所以两人决定分手。 多年后,李方文谈起对方,不会言地透露,李是一个很好的男朋友,做人很海派,个性又好,能力也很强,坦言两人至今仅剩七人之情。 6.红一山 购物专家红一山同时也是综艺嘎,曾在参加节目《命运好好玩》,曝光和老公私下感情亲密,更是常在户外激战,地点布居,让主持人何篤林。 郭敬纯听到脸红,同时这段发言也引发网友两极话批评。 红一山大谈和另一半之间的亲密是,回顾和老公在外激情的点,包括亲子运动公园树旁,高速公路路间,员工餐厅角落,他形容男女在一起和尔蒙一增加的时候,会找出一些地方是你平常不会察觉的。 红一山透露去看电影时,也曾发生过关系,因为那时在后排加上电影播映音效也很大声,更提到心中的梦幻景点是台北101的景观楼,因为觉得那边风景很漂亮,来宾讨论夫妻追求亲密的热情,让重新回归节目的郭敬纯听得脸红。 红一山在节目中谈起限制集话题,掀起网友议论,有人惊呼太乱了,这集尺寸也太夸张了吧,更有人批评,有想过其他人的感受吗? 也有人坦言这集很有突破性又开放,不仅如此,在这档节目当中,红一山还爆出了自己当过小三的事情,他讲述了在和一名好友在参加了一次聚会之后,两人就有了一些关系, 而且红一山知道对方早已有家事,后来还称本来没想和对方有感情,结果没想到在接触之后,两人的感情就持续升温,后来袁佩突然闯入,让她得知了真相,本来是一件非常尴尬的事情,但是红一山的态度,却是在指责其袁佩,还称自己和对方是日久生情,不过红一山对于这件事,也是有些后悔的。 明星也是凡人,也吃五股杂粮,也有七情六欲,他们做什么都要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,一个不小心就成了别人茶余饭后娱乐的话题,所以有时候没必要太关注他们的私密事。